那东海大学经传毒水恐吓事件 那么事实上台北市也传出有学校校长遭到恐吓 但是到底有几所学校呢 教育部所公布的数字是11所 那么事情大掌握的数字是14所 但是台北市政府掌握的数据却是只有9所 而且只有5所学校报案 那么其他都认为这是恶作剧 议员则是痛批 这是反应慢半排 上时间都是满满的学生 在台北市中心数一数了大型的东化国中 金船也是这次毒水恐吓的受害学校 4月9号第一所东化国中 那么接这种电话的时候 他们的做法就是按照我们的处理的一个流程 通报给我们教育局校园中心 那同步他们就跟当地的派出所报案 不止东化国中 根据教育局公布的资料 全台北市一共11所高中职小学的校长曾被恐吓 但台北市教育局的资料 却显示是9所学校遭到恐吓 奇怪的是 市议员庄瑞雄向刑大要的资料 却有14所学校接到恐吓电话 而且只有5所学校报案 看是否掌握有明显出入 一些学校接到恐吓以后 他们第一时间都有向派出所跟分局反应 然后警察局也成立了专案小组在调查 公平市长说全部都有报案 说谎 根本就是没有把我们学校的安全 小朋友的安全 放在心上 我昨天晚上在第一时间 答了给我们警察局长 警察局长说不知道有这回事 都是恐吓报案掌握 市府似乎状况外 市长议员各说各话 欢迎出示 倒霉的却是学生和家长